行政院9月举行赖奎州任机部会首长联合交接典礼 包括反南铁东夷和板桥大官司就会 反破牵连线等团体在行政院大门口举行迎战破牵内阁记者会 警方则在大门口不束天罗地网防止民众丢职鸡蛋 报戏资料照分享 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未满一个月 但正是明星光环太耀眼 不仅走到哪里都是美光灯追逐焦点所在 就连行政院也成为近日最火红的沉烫热区 各种民间团体慕名而来都指明要赖清德出面着吃公道 今年除反年经改革如八百壮士等相关团体 在立法院堂埋锅造饭进行长期抗争 一时之间立法院外每天风火连天 不过随着年改幕已成舟 抗议团体将目标转向蔡英文总统 如影随行圈才跟着总统行程拔蔡 蔡赏 赏英英 最经典的代表作为是大运开幕式时阻挠各国选手进场 不过在国际赛事上这么一闹 府院震怒要求延半 反年改团体近日较为收敛 较少出现跟着总统跑的情况 总统耳根子也可以暂时清静 但赖清德上任后抗议卢主换人当各类诉求的团体 全找上门来就是要新院长赖清德处理 9月8日正当赖清德在总统府宣示就职时 反南铁东一字就会协同全台各地反破签团体于行政院外抗议 字就会 还准备了工在破签的匾额班给赖清德 同时间现场也有拔蔡联盟等成员指着警方辱骂蔡英文 新内阁登场首日就遭抗议 三天后9月11日又有民间团体来到行政院大门口抗议 移民团体抗议警察酒枪打死越南移工 要赖清德改善移工就业环境 移工团体成情都还没结束 包括工斗等劳工团体已在一旁 要赖清德在一例一修劳机法修法一提上 不能屈服资方压力 19日云林乡亲北上行政院在政院大门口举办送鬼法会 抗议云林环境问题 判有赖神之称的赖清德 以专案小组调查台宿六亲和许措分校问题证 杀咒咒云林的空气污染和垃圾问题 除此之外 近日台独籍人权社团也为了事大运闭幕时便依宪兵强夺台湾旗帜 抢鲁民众事件在行政院外举行台湾人民格爱自救记者会 促请赖清德正式主张台湾独立建国的政治言论表达 新官上任 新政院内外同样热闹 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表示 请愿是人民的权利 新政院都会派人出面接成情书 赖清德新官上任行政院纯抗事件部 0908赖清德上任 抗议者反南铁东一字就会 斑匾额给赖清德奉刺公再破签 0911 抗议者移民团体 抗议警察九枪杀死越南移工要赖清德 改善移工就业环境 抗议者劳工团体 要求赖清德对以利益修一提不能屈服资方压力 0919 抗议者环保团体 云林垃圾及空屋大战 环团要赖清德拿出震煞武器 提供云林人幸福故乡 0920 抗议者人权及台独团体 要求赖清德下令彻查室大运闭幕便一线兵 抢夺台湾习治抢鲁民众事件 0922 抗议者青年团体 要求赖内阁减好清资恶法 否则劳动青年拆政府 据表许一成